瑞士的四月份不仅仅是樱花盛开的浪漫季节 还是音乐美食文化活动大放光彩的时刻 我给大家总结了 七个会发生在四月的文化活动 在瑞士生活的你和要来瑞士旅游的你都不能错过哦 第一个 墨尔日的玉京香节 说到玉京香你肯定会想去荷兰的库肯霍夫公园 是的 没错 那里肯定是全球范围内观赏玉京香的最佳地点了 不过 住在瑞士的小伙伴们你们有第二选择哦 就是来沃州墨尔日的玉京香公园 墨尔正是在内瓦湖畔的一个古朴小镇 每年四月一日到五月十四日 有三百多种玉京香会在这个花园开放 你还允许带着吃的喝的来这个公园野餐 建议大家四月中下旬再去 我当时是四月出去的 很多花朵还没有完全盛开 看不到繁花似锦的全貌 第二个 巴塞尔的温坑化府骑马厅早午餐 吃链骑马厅 海塔蕾是一座古老而庄严的建筑 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巴塞尔郊区 门肯霍夫一个大公园内 在四月的两个星期日 二号和十六号供应的分济资助早午餐 菜样丰富 可以吃到很多当地美食 去参加的基本都是当地居民 游客知道的不多 如果你对马术感兴趣 那你一定要来这里看看 这个巴洛克式风格的骑马大厅 占地面积有435平米 可容纳300多人同时入座 这座古老的建筑 1714年就建成了 在温坑park中央 周围环绕着高大的古树 起初作为度假别墅 后来1925年 被一个爱好骑马的企业家收购 将室外改造成了骑马厂 室内改成马术竞技场 今天这块宝地被用作商务租赁 可以用于商务活动 私人派对 婚礼庆典 研讨会和音乐会等等 早午餐资助每年只有4月2次 需要提前预约 成人62瑞郎 儿童12到29瑞郎 三个 查尔玛特不插电音乐节 Unplugged 瑞士的大的滑雪场 都有个习俗 就是每年雪季结束之际 会举办一个大party 或者是音乐会 查尔玛特作为瑞士著名的滑雪度假 圣地之一 会在4月11日至15日 举行Unplugged不插电音乐会 大家可以去网站上看看 可以买5天通票 或者是预定一场音乐会 票价有点小贵哦 单场90瑞郎起 四个 苏黎市的春季烧雪人节 Zexelouten 这个节日很奇葩 只在苏黎市周永 虽然本身并不是公共假期 但许多企业和银行 都在这一天休息 这一天就是每年4月的 第三个星期一 今年就落在了4月17号 在这一天 不用上班的大家 会在下午3点去街上看游行 然后在傍晚6点 会准时在Zexelouten广场 燃烧一个巨大的雪人 寓意在于驱散冬天迎接春天 这个有趣的节日 可以好好展开讲讲 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评论区留言 人多了 我就单独做一期内容 第五个 日内瓦的国际发明展 你最近是不是在日内瓦 看了著名的钟表展 那在同一个地方 Palexible 会在4月26日和到30日 举行国际发明展 在这里你会看到 世界各地的发明家 发明创造的独特好物 并且这些发明出来的奇特东西 已经准备好投放市场了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让人大开眼界 上一次举办还是2019年 这两年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出现 有AI驱动的新鲜玩意儿呢 6个 索罗图恩 Zolotun啤酒节 说起啤酒节 你想到的第一个肯定会是 德国慕尼黑全球最大的啤酒节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全瑞士最大的啤酒节 Zolotun啤酒节 在4月27日至29日 索罗图恩的 灰塔雷及其周边地区举行 这个节日从2004年创办起 今年是第19届了 有超过50家地方跟国家啤酒厂 包括微型的家庭作坊师酿酒厂和中型酿酒企业 会展示他们的酿酒技术 我对啤酒不是很了解 但是董行的瑞士朋友都说 瑞士有很多local啤酒都超级好喝 从来没有出口到国外 所以没有知名度 如果你是啤酒爱好者 一定要来这里逛逛 票价实在是良心价 才15瑞郎美人 第七个 卢加诺的卡车美食节 如果你喜欢街头美食 那么4月28日至5月1日 在义区卢加诺广场举行的街头美食 应该是全瑞士最棒的了 首先瑞士的意大利区天气一直很好 再加上意大利美食的物美价廉 说到这里都要流口水了 你不仅可以品尝到来自Tichino和意大利的当地美食 还可以品尝到来自瑞士其他地区的正宗传统菜肴 爱好美食的吃货们 一定不要错过哦 好啦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今年你错过了 没关系 每年4月都有 收藏起来 明年好好安排一下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爱你哟 拜拜 恍不